7月28日 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举办的 上海合作组织治国理政和领导力论坛 在北京圆满完成各项既定议程 近200名来自各个国家的代表展开了充分的交流 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党校体系 不断解决干部的本领恐慌问题 不断锻造和提升党的领导力 从而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干部条件 我愿意请您继续在与新闻联系统组织 与新闻联系统与的医生维监制 你能够在约翰家和共产党支援 在区别人的政府业绩和共产党的重点 疫情反共成效作组 彰显了中国基层社区自立的制度优势 包括治理体力和治理能力的优势 基层社区治理提高 需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 需要提高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需要激发基层工作者的活力 Strengthening the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s The pandemic propelled the public, private and civil society to share resources and best practices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sector response was attainable through intersectorial coordination and cinema 这是怎么样去竞权我们的 人文官方体系 竞权我们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竞权我们的危机干预机制 使我们的养老服务更有温度 更有云情味 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 这个是要遭理解决的 我们需要您和我们 比之前的工作 我非常愉快 在您的14年五年计划 和我们的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ramework 一起步一步 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更加充满 更加充满 而这会不会让别人禁止 成员国积极参与完善全球和地区治理 提出了很多应对全球中大问题的地区热点问题的合作倡议 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 深度参与和完善地区治理体系 与我们一起努力 深入渐行 互相互信 互相互atching 尊重多样我們人民 謀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为各国人民友好交往 共同进步 注入新的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